千里江山图 北宋王熙梦创作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事就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 宋徽宗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 当时他在画院几百名画工中 挑选了一位18岁的少年叫王熙梦 亲自教授绘画记忆 并令其在半年之内画出大宋的锦绣山河 这是什么 回太师 那王熙梦要以青绿做山水画 这是向陛下讨要的珍贵材料 陛下 臣听说那王熙梦要用青绿做山水画 太师有何高见 臣略有粗见 自古青绿都用于凸显明眼奢华之词 这用于山鸾江河是否有些妹子 朕倒是觉得艺术不必自困 启离陛下 王熙梦画作完成 黑墨沟山石 青绿诗仲彩 太师有何高见 陛下果然行并 你看 此画知识有千里 戏看有声趣 每一个斗点都暗藏玄机 臣钦佩不已 此画由太师来作题吧 大宋第一书法 配大宋第一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知多少 这幅画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 气象滂沱 吞吐山河 简直就是宋代的国家形象纪录片 堪称宋朝版航拍中国 十三年后 靖康之乱 沉迷艺术 诸于政府的宋归宗 并未到江山 被金人所见 奸臣蔡京被点化 各自于寒州重教 王熙梦献画之后 销声匿迹 至今仍是个名 专家解读 这段故事当然是一个虚拟的 也是根据蔡京的那段提拔 把它演绎出来 今天很多人都把它作为 鉴定这幅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无论是古典还是当代 这一幅画作 仍旧是我们山水画的一个巅峰之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